大家好,上一节课我们学习了3DMAX的材质基础 那么对标准材质的基本参数进行了一个了解 这节课我们来针对整栋建筑的一个案例来做材贴图 首先我们打开材质编辑器 这里我们想把所有的材质球全部都重置一遍 我们可以在设置里面选择重置 好,现在所有的材质被清空了 我们在拿到一个模型的时候要分析它建筑的一些结构 那么每一块结构它都有可能有不同的材质 在模型阶段,模型人员就已经把建筑材质区分开了 它是以名称区分的 比如说我们选择到一个空的材质球上 用拾取的工具,这个吸管工具来拾取建筑的材质 好,当我们拾取了这个材质之后呢 我们发现现在这个名称更改成了乳白色的小方块 也就是说上半部分这个材质它是乳白色的小方块 我们首先先把整个这个场景里面的这个阴影关掉 左上角我们找到加号,右键 设置 关掉 阴影 好,现在阴影就关掉了 还有注意到的一点就是 当我们在调节材质的时候 要将整个的模型全部选中 Ctrl A键全部选中 锁定 也就是我们键盘的空格键 锁定 锁定之后呢 我们在群组的这个菜单里面 去把它进行一个解组 全部把它打开 看我们现在这个状态 Open它不能被激活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组啊 已经都被打开了 如果没有被打开 我们就会一直点击Open 把它进行打开 我们现在可以先关闭所有的组 大家看现在是关闭的一个状态 当我想把所有的组打开 Ctrl A锁定 Open 好,大家发现这个外面会有这种框显示 它的组已经被打开 好,我们选择到一个材质之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选择材质球 它会弹出了一个选择集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选择到的 这个同名材质的物体全部选择到 我们点选择 然后在我们的键盘上 点Auto Q键 大家看到 Auto Q键是孤立显示 我们看所有的这个白色 乳白色的小方框的这个材质 全部被显示出来了 现在我想给这个上半部分赋予材质怎么办 我在固有色的后方 添加一张位图 可以添加一种方式是可以添加一张位图 还有一种方式是可以给它添加一个平铺的分缝的贴图 大家看 我现在进入这个贴要子分缝类型之后 现在我赋予给这个物体 它并没有出现分隔的一个形式 大家看 这个已经有分隔的这个材质了 这边我们可以显示这个贴图 显示之后 那我们在放大的时候就发现 它会有这个分缝存在 好 接着我们进入了这个分缝材质的这个面板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对它的一些参数来进行修改了 当我们把这个数值改小的时候 0.2 大家看 刚才我是把数值误入的输入了2的值的时候 它就缝线变得很粗 现在我输入0.2 大家看到没有 上下的数值都是0.2 我们点开下方 这个地方会显示物体的固有色 而底下这里是物体的分缝的颜色 大家看 既然我们的这个材质是乳白色的 那我们就给它改成一个乳白色的颜色 好 分缝的颜色 可以比较接近黑色 大家看 现在我的这个分缝的一个比例 现在相当于是 1比1的一个比例 默认的情况下是1比1的一个比例 我们这样方形显示看一下 1比1的比例是正方形的 正方形的小方块 那我在这个比例上面输入2比4 也就是1比2的一个比例 那么它就是一个长方形的小方块 好 我恢复到默认 下方我们看这个参数 它是凤线的粗细 也就是说我凤线的粗细 变细了 那如果我不锁定 后面把锁打开 单方面去更改 一边的粗细 那么会有一边会粗一些 那么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在做这个建筑材质的 分缝 缝线的时候 一般这个材质的 缝线都是一样的 我们把它锁定就可以了 那么上方 在颜色渐变里面 我们看这个数值现在是0 我们一般的材质 它都会有一些微妙的色差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给它输入一个 数值 好 当我这个数值在0.5的时候 大家看这个砖的颜色的一个变化 它已经有一个微妙的一个变化了 让它变化再弱一些 好 这个就是微微有一些颜色的差异 当我们想给这个材质贴图 一个颜色渐变的时候 可以在这里去更改数值 那么它的数值越大的话 它的颜色渐变是越大的 我们这给它0.3 或者是0.2 好 现在我返回来再看一下 贴图的 好 现在我这张贴图还应该给啊 给什么样的一个属性 我们在下面的贴图面板里面 我们看 下方有一些选项 只有在漫射颜色的后面有一个分缝的材质 我们点进去查看一下 这个材质就是我们刚才在上方贴图里面所查看的这个材质 所以说我们在上方添加的这个后面的贴图 和贴图展卷栏里面的这个固有色的颜色添加的贴图是一致的 我们来看贴图通道里面的一些选项 首先是环金光的颜色 慢反射的颜色 高光级别的颜色 和高光级别 光泽度 自发光 不透明度 过滤颜色 凹凸 反射 折射和置换 那么在这些选项里面 我们都可以对这张贴图来进行一个效果的修改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分缝 那么它黑色的缝线可以有一个凹凸的感觉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把上方的固有色贴图 拖拽到下方的凹凸上面去 现在呢我可以选择拷贝复制 好 大家看 当我把固有色的贴图 关联到了凹凸上的时候 它的这个黑色缝线就有凹进去的感觉 我现在把这个显示形式改成球形 会更明显一些 大家看 凹凸的强度我们可以在这里来修改 比如说 这个凤线的凹凸的强度我们给成80 大家看这个凤凸凹的就更明显了 那么我想让我的这个乳白色的小方砖呢有一些凹凸的效果 表面上有一些杂点的效果怎么办呢 我在我的这个柜有色后面我是可以添加一个贴图 这个贴图我添加什么贴图呢 添加一个nose造波 好 这个造波添加进去之后 会发现 这个造波的范围很大 我们把这个数值输入小一点 5 或者给个2 好 那现在这个表面就有一些杂点的效果 我们看 当我们反回来的时候 当我们把这个固有色后面添加了造波以后 它前方的颜色已经不起作用了 所以说我们在造波的下面 就可以调节下方的这两个颜色 我们把固有色改成乳白色 我们把固有色改成乳白色 我们把固有色改成乳白色的小方砖的材质我们就调完了 我们把固有色改成乳白色的小方砖的材质我们就调完了 但是这个材质的一个大小 也就是说它方块的大小是这样来控制呢 我们看右方已经添加了一个UV坐标了 我们现在把这个UV坐标给它删除掉 那既然是方形的这个小方砖 我们可以给它添加一个UV坐标 我们可以按快捷键 U键 可以弹出它手写字母比较靠前的一个命令 UV W贴图 大家记住这个UV W贴图呢 它是可以控制我物体的一个坐标 那我们一般在给建筑贴坐标的时候 一般都要选择是box的类型 也就是长方形 那么当然说它有几个类型 有片面的 有柱形的 球形的 和我们常用的这个box类型 当然说我们要根据建筑的形状 去选择UV的这个参数的类型 现在我们的建筑成方形的这个墙面 那么我们就给成box的类型 我们看我们的单位是米 我们把这个数值肯定要改小 0.5米 那么既然它是方形的话 我们在长宽高上的数值 应该是一样的 好 回车见 大家看 这个是我输入坐标 在0.5米的一个范围 当然说我想如果这个面砖再放大的话 我可以把这个数值加大 缩小的话 根据具体的比例 我们可以把这个UV坐标的值 缩小 那这个方形的位置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位置上的这条线 并没有对齐这个角落 我们怎么样去移动这条线 我们把UV坐标下方的层级点开 点开之后我们去找到坐标轴 大家看 当我在拖动坐标轴的Z轴方向的时候 它的位置是跟着改动的 大家看 我可以随意的去移动我的坐标轴 去交换它的位置 好 大家说这个位置我们也可以在材质球里面 我们点到这个层级 上方的UV去修改它的位置 比如说水平方向的位移 数值方向的偏移 都可以去更改 好 那么这个材质修改过之后呢 我们可以退出来 退出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将调节过的材质隐藏 在选中的物体上点右键 隐藏所选择的物体 好 我们回到这个层级上来关闭 大家看 我上方调节过的这个材质呢 已经被隐藏掉了 这样就以便于我们在调节材质的过程当中 能够把我们调节过的材质隐藏 这样剩下来的材质就是我们未调节过的材质 好 我们再用材质编辑器上的拾取工具 用另外一个材质球去拾取下方的材质 我们看下方的材质 它是浅褐色的小方砖 浅褐色小方砖呢 我们可以还是通过材质球把它选择出来 AutoQ键单独显示 它是这样一个横线的一个线条 好 那么既然它是褐色的小方砖 我们就只有在固有色贴图后面 再去添加一个平铺的分缝材质 添加过来之后 它的固有色颜色和缝线的颜色依然在这里修改 我们看浅褐色 缝线的颜色 我们暂时不去修改它 分缝的粗细 我们改成0.2 好 反回来 我们是可以在下方对它的材质的高光和光泽度进行一个修改 我们在高光级别上把数值加大 好 光泽度 下方 在贴图通道里面 我们将固有色 复制到凹凸上面 这样它的奉献就更明显一些了 好 这样简单的材质我们调节完之后呢 还是把材质隐藏 剩下的材质 我们依次选择出来 米黄色皮开砖 我们看到这个建筑下方的材质和上方一点点的材质 都是这个黄色的皮开砖 那么我们就在后面还是添加一个平铺的分缝贴图 下方去修改它的颜色 它在竖项上的分缝为0 也就是说它只有横向的这种钻缝 好 缝线的粗细 我们还是改成0.2 反回来 现在建筑上并没有显示这个材质 我们按这里显示材质 好 之前呢 这个 在模型阶段就已经给了它的这个钻的比例了 我们就暂时不去修改它 我们把它的位置 对齐上来 好 这个材质我们还是一样的 给一个凹凸 这个值呢 是凹凸的强度 这数值越大 凹凸就越强 数值越小 凹凸就越不明显 我们还是把调节过的材质隐藏掉 剩下的还有什么材质 我们再用一个材质球来吸取 虎皮黄花钢石 也就是说 它这个材质 我们是需要去添加一个这样的贴图 我们在固有色后面去寻找一张位图 我们看这种虎皮的花钢石 打开 复语给它 显示 反回来 我们可以将材质的高光 调节 光泽度 当然说这个石材 它表面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光滑 我们高光级别不要给它太高 好 当然这个 贴图我们可以在下面查看一下 进入它的bitmap的层级 比如说它是一个600乘以600的一个大理石 那么我们在给UV的时候 修改器 给一个UV坐标 选择方形 我们就按照它的实际比例 去给它 0.6 0.6米 好 这是600乘以600的一个花钢石 反回来 我们同样可以在下方的贴图通道里面去给它一个凹凸 我们现在选择关联 也就是说当我的这个贴图的比例变了之后呢 我下方的凹凸的这个比例也会随着更改 好 这个材质调节过后 我们把它隐藏 剩下的为数不多的材质 我们看一下 玻璃材质 好 玻璃材质我们还是单独的显示出来 那么玻璃材质呢 它本身在固有色后面是没有添加贴图的 因为玻璃本身它不需要贴图 它就是一个比较光滑的一个透明的物体 那么在玻璃的固有色上 我们一定要去考虑 其实玻璃是没有颜色 是透明的 在玻璃上面呢 我们分为几种玻璃 比较透明的青玻璃 和透明度比较低的镀膜玻璃 那么在我们平常的这种住宅小区的建筑上面的玻璃呢 是属于一种青玻璃 也就是说透明玻璃 那么透明玻璃的固有色呢 我们在固有色上面颜色选取的时候 尽量选择一个比较偏深的颜色 深蓝色或者是一个深绿色 好 我们显示固有色之后呢 我们把玻璃材质放大显示一下 在扩展参数里面 我们找到过滤色 过滤色的颜色 我们可以调节一个比较接近于固有色的颜色 当然说这个过滤色呢 可以稍稍倾向于固有色 我们可以把固有色拖拽到过滤色上来 拷贝 也就是复制一个 下面我们就给这个玻璃材质高光 玻璃材质的高光的参数呢 没有一个很固定的参数 但是普通的玻璃在60到120的一个参数都是可以的 下方的光泽度 也就是控制高光范围的 给成50 好 这样玻璃基本的这个颜色和高光就调好了 下方呢 我们知道玻璃的属性 有两点基本的属性 第一点就是透明 玻璃本身是透明的 第二点就是反射 我们首先看 透明有没有给它 透明我们已经是给了50%的一个透明度了 好 下方反射 反射这个地方记住 我们在使用微锐渲染器 在渲染图像的时候 我们是在反射里面 去添加一个微锐的贴图 我们找到威瑞Map 威瑞贴图 双击它进来 当我们给了威瑞的反射以后 大家看 这个玻璃已经变得非常提透 而且反射非常高 但是我们一般的玻璃反射是不会这么强的 我们在反射后面的强度上面的系数呢 给它降低一些 我们输入45 好 这样它的反射就没有那么强了 大家看 我们现在背景在透明的一个形式下 我们透过这个玻璃 看后面的背景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发现 玻璃里面的这个颜色 要比外面背景的颜色要深一些 这也就是跟我们玻璃的过滤颜色是有关系的 如果我们过滤的颜色越深呢 它的这个里面的颜色就会越深 比如说我们过滤的颜色越浅 这个玻璃显现的背景里面的颜色 就会更亮一些 我们返回 那么玻璃形成的这样一个状态 也就是说我们透过玻璃看背景 比背景的颜色要深一些 比如说红色 比外面的红色要深 灰色比外面的灰色还要深 绿色也是一样的 蓝色也是一样的 这就说明我们现在调节的玻璃 是一个比较偏正常的玻璃 在通常情况下 我们在工作当中所调节的玻璃 都是一个固有色和过滤色比较偏深的颜色 这样的话 我们在渲染出来的玻璃啊 颜色就不会发飘 玻璃材质本身可以沉得下去 所以说这样的玻璃看起来是比较真实的 那么玻璃的高光和光泽度也是比较重要的 当我们把光的方向打过去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见它的高光的一个强弱和高光的范围 如果说我们需要去降低这个范围 或者是降低高光的话 就需要在这个两个参数上去进行调节 那反射的强度 玻璃它总有反射比较强的玻璃 反射比较弱的玻璃 那我们在反射后面需要添加微锐贴图 在前面的强度上面去进行修改 好 这个就是玻璃的一个基本参数的调节 我们把材质隐藏 剩下的窗框 大家看 现在的这个材质类型就不是我们之前所看到的标准材质的类型了 它显示的是一个微锐材质 那么微锐材质呢 我们放到后面的课程进行进一步的了解 我们先把它转化成一个标准材质 转化成标准材质之后 我们给大家看 刚才的窗框是比较深颜色的窗框 深色的窗框 好 在这个地方 我奉劝大家不要把这个系数调得太高 因为窗框它本身的这个面数是比较多的 那么你将它的高光和光泽度调到很高的一个系数的时候呢 它有可能会渲染起来比较慢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我们这个窗框看到的这个一个颜色就可以了 除非是我们特别特写的镜头去调节它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这个窗框啊做的这个精致一些 好 下面我们再看 栏杆玻璃 栏杆玻璃我们之前已经调好了一个系数 大家看 这个是它的固有色 高光的颜色 透明度30% 高光 过滤色并没有修改 那么反射强度比较弱 那么大家这个地方注意了 玻璃和栏杆玻璃它是分开的两种材质 那么玻璃显现出的这个属性呢是反射比较强颜色比较深 前方的栏杆玻璃固有色比较浅 反射要相对弱一些 那么这两种材质呢虽然说都是玻璃材质 但是它在这个功能上面是有所区分的 所以说一般我们在区分玻璃的时候都要让它在固有色或者是反射上面有所区分 好 隐藏 栏杆 栏杆这个地方呢我们还是在材质的类型上给它改成标准材质 给成黑灰色 隐藏 好 剩下为数不多的是百叶窗 百叶呢在这个地方它也没有去进行精细的刻画 只可以给个颜色或者给一点点高光隐藏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楼板 单独显示 我们看整栋楼的这些楼板啊 我们在通常工作当中给它赋予的材质 我们还是转成标准材质的类型 我们首先在固有色后面添加一张位图 我们找到楼板材质的贴图 打开 显示 好 这个是楼板的贴图 那么往往楼板它是在建筑的里面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不给它凹凸的这个形式 给了的话它也看的不是很明显 好 我们看这几项底下的这几个物体 都是楼板的材质 我们可以显示赋予给它相同的材质 隐藏 好 接下来我们就剩雾面的材质了 我们还是用拾取工具 来吸食我们的瓦面材质 选择 单独显示 在固有色贴图后方呢 我们添加一张位图 打开 显示 显示贴图 好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的瓦面就已经贴上了 但是我们想要调整 瓦片的大小 也就是说要也要给它一个坐标 但是瓦的这个坐标比较特殊一些 我们在修改器里找到Mapscaler 也就是后面没有括号的这个Mapscaler 好 我们给成这个修改器之后呢 我们可以对它的 好 默认的这个情况下还是1 我们可以对它的这个瓦片的大小来进行一个修改 好 对其它的所有的方向 那么瓦的材质也做好了 我们可以稍稍返回来 在下方的高光上 给一点高光和光泽 好 基本的所有的材质 我们就已经调节完了 我们显示出所有的材质来 那么刚刚这个材质我们没有去显示它 我们现在渲染一下 我们现在渲染一下 好 这一课我们就学习了 怎样给建筑上的材质赋予贴图